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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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節路真的有點貼心 很久沒有配片喔 大家一定要用一個들 你剛好有個小夥伴這邊 我們直接來去切入正題 comment 結入正題 今天主要研究這樣ени板 ène Web impure 案件上可能會有點不足啊 還沒有去升級設備 字幕的部分我們一樣會上 只是我們是用自動上置的部分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剪字 然後跟一些錯別字 那個就多包含 對我們就臨時用一下就不特別去做梗桿 OK 那我們今天要來一樣介紹這一顆是APU的這顆骨卷 紅色這一顆 這個是SX5601 對就這一顆這邊剛好就這一顆 對好 然後我們今天之前影片是有介紹過了啦 對然後我們現在是要來拆解 也不是拆解 他的調整的部分 我們今天是要來使用他的迪煞 對像煞車系統的部分 我們現在可以熟知的有迪煞 然後跟磁煞 再來是DC 對就是喜馬爾DC系統 然後現在還會多一個IME 對IME 不過那個現在台灣應該是還沒有 目前都是缺 好沒關係這不是重點 OK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 這顆的磁煞調整 對他這顆是磁煞 然後他的調整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這個大工具不需要 先放旁邊 我們改用這種小工具 他比較簡單 他只需要十字起就可以了 對 十字起的話當然是需要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怕容易會有崩牙的狀況 沒關係 看一下 來 OK 我等我一下下 OK 這些 不需要 那我們就OK 這邊畫面應該是還算清楚了 他的磁煞的部分的話一樣就是在側幹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做拆解 三顆螺絲一個十字起 這三顆螺絲就是先把它放鬆下來 對 像我們剛剛有談到煞車系統的部分 是磁煞 磁煞 跟 那個 DC系統 還有一個新的是 IMZ 然後像決戰系的部分還有一個地方 他也算是 煞車的部分 就是我們先來看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也是有正確的名稱啦 但是我都把它統稱叫機煞 就是每顆卷線器都會有的 有些是可調跟有些是不可調的 對 好 沒關係 我們繼續 螺絲都放鬆之後呢 就一樣 打開 打開之後 來 再就是 你看到已經是這樣子了對不對 對 這邊 這顆螺絲一樣 再把它鬆開 這邊 這邊的螺絲 一樣再把它鬆開 煞車調整的部分是比較麻煩 OK 鬆開之後 小心翼翼的 抽開 可以看到他的結構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他裡面的這個結構 對 他的離煞就在這邊 那煞車都比較 簡單 像我現在這是全關的狀態 對這個是全關 打開的話就是把他這裡面這個擋到 不用整個拉出來 稍微這樣子 我們用比較明顯一點 我們使用工具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夾子 可以看到這邊 這一顆 這一顆 放鬆的 這樣應該看得清楚 對這一顆 有沒有發現跟 這一顆不一樣 這個就是開了 打開的狀態 正常都是開兩顆 然後開的方式是對角開 就稍微把他往上撥掉 因為他這個是 塑膠製的 所以他會比較 容易有磨損的問題 好 就這樣一樣 先兩個就打開了 這樣就 他的煞車就打開了 這樣就可以 好了之後 再就是 把它 穿回去 我跟正一下 我跟正一下 剛剛有一個地方 小錯 其實這顆螺絲 是可以不用 轉鬆的 當然啦 轉鬆是最好了 是 沒什麼差 對 這一顆是固定在 別的地方 所以這一顆不是重點 對 沒關係 我們要把他上緊 好了之後 這邊的這個零件的部分也都是要對齊 因為他這顆是整個卸下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他裝好 稍微對準來 OK 睡著一下 好 裝好之後呢 忘記有螺絲 稍等一下 先把他對準來 OK 對準好之後 螺絲 把他轉回去 把他轉回去 他的梨煞鬥手共是有6顆 所以可以有6顆可以去調整 就把他送上去 轉緊 轉緊 這樣就OK了 然後剛剛有一個小絲 還有一顆螺絲 不要去拿 然後 再把他送上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樣子 不是信仰 如果是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就幫我 分享 按讚 對 這樣就好了 然後 如果有什麼 問題的話 也可以去私訊我的IG 對 我一樣都會把他放在底下的說明欄處 然後還有什麼 像 有一些油吊啊 或是一些什麼產品工商之類的話 就一樣私訊我的IG 對 我很樂意去做一些 推廣 好 大概就這樣 休息一下 我們下期見 Bye